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哥去旅行 我现在内蒙古乌兰叉布市,在这里拉货 拉了一车颗粒,从这里拉到湖南省长沙市 现在车已经装好了,一会儿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走就可以了 看看这一路上的风景美不美 我现在开始走了,继续到湖南省长沙市 我们车上一共拉了34吨颗粒 这趟运费一共是14000块钱 我算了一下,从内蒙古乌兰叉布市到湖南省长沙市 有1700公里,油费加高速费差不多要1万块钱 这样算下来,这趟运费还剩4000块钱 要是再减去司机工资和新车磨损 还有路上的生活费,这趟运费差不多能剩3000块钱 这就是208国道,双向两车道 就是内蒙古二连浩特到河南省西川县的一条国道 这国道两边就是内蒙古乌兰叉布市的农村 看一看,每家每户都是小瓦房 这就是208国道,双向两车道 我发现这条路全都裂开了 全都是补丁,不怎么好跑 看一看 前方之走可以到达乌兰叉布市 这就是208国道,大同方向 前方到了内蒙古乌兰叉布市 大六号收费站,准备从这里上高速了 不走国道了 现在上了高速了 这就是二广高速 就是内蒙古二连浩特到广州的高速公路 我发现这条高速全都裂开了 全都是补丁 看一看 前方扎道要换高速了 要离开二广高速 换高速要转一个大圈 看一看 这就是内蒙古乌兰叉布市的一座立交桥 感觉太壮观了 现在换到内蒙古乌兰叉布市 吉宁绕城高速 双向六车道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吉宁绕城高速 我发现这条高速上面的车不多 半天不见一辆车 双向六车道 只有我们一辆车 这就是吉宁绕城高速 走了半天了 还没看见一辆车呢 我感觉这条高速太浪费了 前方扎道要换高速了 要离开吉宁绕城高速 这里属于内蒙古乌兰叉布市吉宁区 现在换到京帐高速上了 就是北京到西档拉萨的一条高速公路 双向四车道 这高速外面有很多奶牛 能不能看到 离得有点远看不清 这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外面就是内蒙古的风力发电 看一看 这就是京帐高速 双向四车道 前方扎道准备下高速了 为了省点高速费 走一会下路 下去高速就是小闹尔收费站 这就是小闹尔收费站 准备从这里下高速了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下去高速就是110国道 下来高速 这就是110国道 前方离北京还有328公里 张家口128公里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110国道 双向两车道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110国道 就是从北京到宁夏 无中式的一条国道 这是内蒙古的一座高架桥 看一看 这就是110国道 双向两车道 这两边就是内蒙古的高山 这外面就是京帐高速 看一看 高速和国道紧挨着 前方离北京 还有317公里 这国道标志上面 都是蒙古语有没有认识的 可以下方评论 这前方就属于内蒙古 乌兰叉布寺杏河县 现在天快黑了 还没出内蒙古呢 这前方之走 就是内蒙古杏河县 我的右边有一个大烟筒 一天24小时冒火 看看 现在天也快黑了 视频也拍不清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明天早上再继续 现在是早上7点钟 这就是207国道 昨天晚上开到凌晨12点 就在国道边上睡了觉 这里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玉县 现在又换到112国道上了 双向四车大 前方离玉县 还有24公里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前方到了河北张家口 玉县东收费站 正在排队上高速 不走国道了 这就是玉县东收费站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现在上了高速了 这就是张实高速 就是河北张家口到十家状的一条高速 双向四车档 我发现这条高速全都裂开了 全都是补丁 不怎么好跑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张实高速 前方一公里 经过南洋庄服务区 前方扎道进去 就是河北省南洋庄服务区 我现在就不进去了 还是赶路要紧 前方离河北保定市 还有196公里 来源线50公里 我这左边就是河北省的高山 看一看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边山上全都是石头 所以不长树 全都是黑色的 这就是张实高速 这四面八方全都是高山 这里属于河北张家口玉县 这就是玉县的高山 全都是黑色的 看一看 这山下面还有人在点火 看一看 正在冒烟 前方经过翠平山北口隧道 长度1595米 刚出来一条隧道 前方又一条隧道 这两条隧道是连着的 东域隧道 长度2468米 刚连着过来两条隧道了 这前方还有隧道 这就是连续隧道 这前方是蝴蝶谷隧道 长度102米 尝尝在自己身上 这前方总算没隧道了 这连着过来五条隧道了 这外面就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看一看 全都是高山 这前方又要过隧道了 八仙洞 岔道1号隧道 长度188米 这就是连续隧道 这就是岔道2号隧道 长度155米 这前方到了空中草原 黑石岭隧道 长度3870米 出来隧道 这前方就属于河北省宝定市 已经过来张家口市了 这前方是宝定市的一座高架桥 看看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四面八方全都是高山 这就是大桥的下面 这就是张氏高速 双向四川道 河北宝定要下雨 看一看 阴天了 前方要过大桥了 还原特大桥 长度1049米 这就是大桥的上面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四面八方全都是高山 这就是高架桥的下面 看一看 这里属于河北省宝定市 来源县 这下面就是河北省来源县的农村 这外面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要是能在这里找个老婆 嫁到这里 我肯定不走了 我就喜欢这样的小山村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张氏高速 这外面就是河北省来源县的农村 看一看 家家都是小瓦房 现在外面下起了小雨 这里属于河北宝定来源县 现在变成大雨了 看看 这就是张氏高速 前方扎道出高速 就是来源北收费带 就到来源县了 这就是出口 看看 前方两公里 经过来源北服务区 前方扎道进去 就是来源北服务区 我现在就不进去了 还是赶路要紧 这就是来源北服务区 现在一直在下雨 这里属于河北宝定来源县 这前方就属于荣屋高速 已经过来张氏高速了 荣屋高速和张氏高速是连着的 就是山东荣城到内蒙古乌海市的一条高速 现在刚不下了雨 这前方就是河北省来源县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前方扎道准备向右转 往石家庄天津方向 这就是荣屋高速 最快速度 小车100 大车80 前方要过隧道了 银尔岭隧道 长度5656米 前方是一座高架桥 这里属于河北宝定来源县 这就是大桥的外面 风景真是太美了 全都是高山 看一看 这大桥下面全都是高山 这里属于河北宝定来源县 这就是来源县的高山 全都是石头山 前方扎道又要换高速了 要离开荣屋高速 这外面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全都是高山 这就是河北省来源县的高山 无边无际的高山 看一看 感觉比贵州的山都高 看不见边 这边山上全都是石头 所以不长树 感觉这里的风景 比贵州山里的风景都美 能不能看出来 现在换到来区高速了 就是河北宝定来源县 到河北宝定 去阳县的一条高速 前方一公里 经过白石山服务区 前方扎道进去 就是白石山服务区 我现在就不进去了 还是赶路要紧 这就是S31来区高速 前方里河北省去阳县 还有58公里 还有58公里 这外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绿水青山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拉了一车绵羊 看一看 前方500米出高速 就是川里收费站 就到河北省唐县 川里镇 就是一个乡镇 从这里出去 就是川里收费站 这就是出口 看一看 这就是来区高速 这里属于河北宝定唐县 前方两公里 经过阳角服务区 前方要过隧道了 塔子沟隧道 长度795米 出去隧道 就是阳角服务区 这外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里属于河北省宝定市唐县 这就是唐县的高山 这真是绿水青山 就是晋山银山 前方又要过隧道了 上尾隧道 长度635米 这就是河北省的高山 看一看 刚过来河北省宝定市唐县 外面又下了个大雨 看看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河北省宝定市唐县县 这就是河北宝定市唐县县的高山 这外面一直在下雨 这外面一直在下雨 看一看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就是河北省宝定市唐县县的高山 已经过来唐县了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来区高速 这就是河北省宝定市唐县县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全都是石头山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现在变成大雨了 看一看 现在变成大暴雨了 前方两公里出高速 就是曲阳收费站 这就是河北省曲阳县的大暴雨 看一看 现在视频也拍不清了 主要是雨太大了 前方扎道出高速 就是曲阳收费站 就到曲阳县了 前方500米向右转 可以到达北京石家庄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前方经过南水北调特大桥 长度1047米 这就是大桥的上面 这外面中的全都是杨树 这就是大桥的外面 看一看 全都是杨树 风景真是太美了 前方就属于定州市了 上面写着定州界 看一看 前方两公里出高速 就是定州西收费站 就到定州市了 前方扎道准备下高速了 为了省来高速费 走一会下路 下距高速就是定州西收费站 河北省定州市是个县级市 属于保定市管 这就是定州西收费站 准备从这里下高速了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现在外面一直在下雨 正在排队下高速 看一看 刚下的高速 前方就是公安检查站 要检查健康码 行程码 才能下高速 下来高速 直走就是定州开发区 现在走的是 河北省定州市西环路 双向两车道 现在又换到107国道上了 看一看 这条国道路全都裂开了 全都是坑 107国道 起点为北京市西城区 中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长2698公里 这条107国道 全都坑坑洼洼的 一点也不好跑 现在又换到515国道上了 双向两车道 这里属于河北省定州市 515国道 就是从河北省定州市 到河南省迅县的一条国道 这就是515国道 双向两车道 现在又下起了雨 看一看 前方经过沙河大桥 这就是沙河大桥 属于河北省定州市 现在外面一直在下雨 也不晴天了 这大桥外面就是沙河 看一看 感觉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里属于河北省定州市 过来沙河大桥 这前方就属于河北省石家庄 无极县已经过来定州市了 前方直走可以到达河北省石家庄 无极县 前方直走就是无极县城 仅止大货车执行 准备向右转 这就是河北省无极县 无极县属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馆 位于石家庄东北五十公里 无极县民间艺术有无极减子 无极流亏的传说 著名景点有平安公园 城隍庙 清真西市等 前方经过河北省 乎托河特大桥 这就是大桥的上面 这里属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这外面就是湖托河 看看 这条河是圆形的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就是515国道 双向四车档 这前方属于河北省石家庄造县 这里下了大暴雨 看一看 这国道上面全都是水 刚下过大暴雨 看一看 路上全都是水 像我们小学课本里 有个赵州桥 就是河北省赵县 就在这里 这就是515国道 看一看 这国道上面全都是水 刚下过大暴雨 没想到河北省赵县 下这么大的雨啊 这国道上面都成河了 看一看 这路上全都是积水 这前方到了一个乡镇 叫范庄镇 属于河北省石家庄造县 这镇的中间就是515国道 看一看 这国道上面全都是积水 都成河了 全都是水 刚下过大暴雨 我在想这镇上都没有下水道 这积水都没地方流啊 范庄镇的总人口 有74500人 范庄镇 因镇人民政府 住范庄村而得名 没想到这个范庄镇这么大 走了半天了 还没出这个镇呢 走这么远了 这路上全都是积水 看一看 难道这个镇上 连下水道都没有 都没有地方流水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就是515国道 这两边就是范庄镇 属于河北省石家庄造县 过来范庄镇 这国道上面也没有积水了 看一看 我发现镇的中间 全都是积水 这就是515国道 这两边种的全都是梨树 看一看 这外面全都是种的 苹果树和梨树 看一看 这里属于河北省赵县 我发现河北省赵县 这边的农村 种的全都是苹果树和梨树 没有别的庄稼 看一看 这前方就属于 河北省形态市了 已经过来河北省石家庄 赵县了 上面写着形态界 刚进入河北形态 现在又下起了大雨 看看 这里属于河北省形态市 宁静县 这就是515国道 我发现一进入河北省形态市 这边也没有苹果树和梨树了 现在又换到308国道上了 方向四车道 308国道和515国道是连着的 这前方又到了一个乡镇 叫大潮庄镇 属于河北省形态市宁静县 大潮庄镇粮食作物 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2011年 大潮庄镇生产粮食有2.67万堆 这就是大潮庄镇 现在雨越下越大了 没想到这个乡镇这么大 走了半天还没出这个乡镇呢 这前方就属于河北省形态市 巨路线 已经过来宁静县了 这路上全都是积水 看一看 现在又换到230国道上了 双向两车道 这外面一直在下着大暴雨 看一看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230国道 现在变成大暴雨 看一看 这就是230国道 这国道上面全都是水 这里属于河北省形态市巨路线 这两边就是巨路线的农村 看一看 这国道上面全都是积水 难道这里都没有下水道 这水都没有地方流 下这么大的雨 前方还有一辆骑电动车的 这前方就属于河北省形态市 平湘线 已经过来巨路线了 我发现这边的雨 比刚才路过的巨路线 那边的雨还要大 路上全都是积水 感觉这一段路像在河里开船一样 全都是积水 看一看 这就是河北省平湘线下的大暴雨 感觉像来洪水了一样 这外面地里全都是水 看一看 这树全都淹死了 这外面种的树全都被水泡了 现在路上已经成河了 看一看 这里属于河北省平湘线 外面下着大暴雨 看一看 路上哗哗的水 感觉像在河里一样 像开船一样 能不能看出来 天哪 这真是上洪水了 看一看 前方几辆小轿车都被洪水淹住了 走不动了 看一看 这辆黑色的轿车和这辆白色的轿车 已经走不动了 已经被洪水淹住了 前方这辆面包车和这辆黑色的轿车 也走不动了 也被洪水淹住了 看一看 现在就相当于在河里开船一样 感觉太刺激了 前方左边这辆面包车也走不动了 看一看 现在外面一直下着大雨 这很多车都停在路边上 等着雨停了再走 现在洪水已经下去了 没有刚才的水多了 这就是二山林国道 这一段路水不多了 水已经下去了 看一看 现在天快黑了 还没出河北省呢 前方的河南省内黄县 还有120公里 这就是二山林国道 这前方就属于河北省 邯郸市驱州县 已经过来河北邢台 平湘县了 现在都晚上七点了 还没出河北省呢 今天晚上开到凌晨十二点 差不多就能到河南省了 现在天已经黑了 视频也拍不清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明天早上再继续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这里是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 二山林国道 昨天晚上开到凌晨十二点 就在国道边上睡着觉 一会儿带大家从这里继续出发 继续到湖南省长沙市 我现在开始走了 这就是河南省二山林国道 双向六车道 现在又换到河南省二二零省道上了 也是双向六车道 现在又换到三十二国道上了 双向两车道 前方就属于河南 安阳 华县 已经过来内黄县了 刚进入华县 这条国道全都变成坑了 这就是三十二国道 路全都烂了 全都是坑 像这么大的坑 让车怎么走啊 这前方的路 全都烂完了 看一看 这就是三十二国道 全都坑坑洼洼的 这路都烂成这样了 国家都不知道修啊 这种路坠毁轮胎了 这前方又一个大坑 看一看 这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华县 这边的三十二国道 看一看 整条国道全都是坑 这种路坠毁轮胎 没有一点好路 这就是三十二国道 看一看 这前方全都是坑 大货车走这种路 很容易爆胎 这前方连着好几个大坑 这前方到了一个乡镇 叫四间房镇 属于河南省安阳市华县 这镇的中间就是三十二国道 双向两色道 四间房镇 区域面积有71平方千米 户籍人口有48300人 这条三十二国道 全都是坑 全都裂开了 看一看 前方直走可以到达河南省华县 现在换到河南省213省道 这右边正在修路 看一看 这里属于河南省安阳市华县 这就是河南省213省道 右边正在修路 所以要堵车 看一看 前方不远就要到高速口了 准备上高速了 前方还有1.5公里 就是高速入口 准备上高速了 这就是河南省213省道 现在又堵车了 看一看 前方到了池州载 收费载 准备从这里上高速了 这里属于河南省安阳市华县 上高速要先过地棒 看一看 前方一个大地棒 大货车要是拉超顿的 可以急踩刹车 这样能减轻重量 就可以上去高速了 现在上来高速了 这就是大广高速 就是黑龙江大庆 到广州的高速公路 双向四车档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新乡市 已经过来河南省安阳市华县了 这就是新乡市的大广高速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大广高速 前方的河南周口191公里 开封53公里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新乡市 丰丘县 这就是丰丘县的大广高速 前方连着五座立交桥 这下面就是大广高速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开封市 前方经过开封黄河大桥 这就是开封黄河大桥 全长7838米 这就是河南省开封市黄河大桥 这两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下面就是黄河 开封黄河大桥 全长7838米 宽度37.4米 2004年9月开工建设 2006年11月建成通车 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 这大桥上面就是大广高速 就是黑洞江大庆 到广州的高速公路 这外面就是黄河 看一看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开封黄河大桥 这上面就是大广高速 感觉这座大桥修得太壮观了 两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前方就要出开封黄河大桥了 前方扎道准备下高速了 为了省点高收费 走一会儿下路 下距高速就是310国道 前方到了开封杜梁收费带 准备从这里下高速了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下来高速就是310国道 双向两车道 这就是310国道 就是从江苏连云港 到青海省共和县的一条国道 前方直走可以到达河南省郑州市 向右转可以到达河南省开封市 这就是310国道 双向两车道 这里属于河南省开封市 现在又换到230国道上了 双向六车道 这就是河南省开封市 230国道 双向六车道 感觉比高速的好跑 看一看 前方一公里 就是高速入口 民权收费站 现在变成双向八车道了 比高速的好跑 看一看 这就是230国道 我的左边有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天下石 看一看 我发现这条230国道车不多 半天不见一辆车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现在是往南走的 这就是230国道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开封市 卫市县 前方经过甲鲁河大桥 这就是230国道 双向八车道 这里属于河南省卫市县 现在又换到240国道上了 双向两车道 前方自走可以到达河南省许昌市 前方这辆电动三轮车 拉得太多了吧 看一看 这里连个红绿灯都没有 这就是河南省240国道 双向两车道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许昌市 这就是许昌市的240国道 前方十字路口 向左转可以到达河南省洛河市 向右转可以到达河南省郑州市 现在又换到107国道上了 双向六车道 107国道就是从北京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条国道 全程2698公里 前方离许昌还有28公里 这就是107国道 上面写的107 感觉这条国道比高速都好跑 看一看 双向六车道 半天不见一辆车 这就是河南省许昌市 107国道 这一段107国道路全都裂开了 全都是补丁 看一看 没有刚才路过的那一段107国道好跑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洛河市了 已经过来许昌市了 这就是洛河市的107国道 前方直走可以到达洛河市和驻马甸市 前方直走可以到达河南省洛河市 林颖县 就是一个县城 有没有来过的 可以下方评论 这就是107国道 双向四车道 这国道两边就是林颖县 属于河南省洛河市 林颖县的总面积有821平方千米 下辖两个街道 14个乡镇 常住人口有59万4千人 回住人是林颖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起来源最早可以上述到唐朝 那时候已有阿拉伯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到林颖县经商并定居 林颖县的著名景点有寿禅台 小商桥 杨债姓墓 陈兴剧纪念馆 南街村景区等 这就是107国道 洛河方向 这国道两边就是林颖县 有没有来过的 可以下方评论 我这左边就是林颖县中医院 这就是107国道 前方里驻马店还有82公里 洛河12公里 前方直走就是河南省洛河市 这就是107国道 现在路上有路灯了 看看这条国道也叫白云山路 这就是洛河市白云山路107国道 前方直走就是洛河市区 洛河市位于华北平原地带 洛河市的总面积有2617平方公里 总人口有236.8万人 下辖三个四辖区两个县 洛河市的著名景点有南街村 许慎文化园 小商桥 河上街古镇 沙里风景区等 这就是河南省洛河市 我这左边有个小区 叫苏香水岸 还没有交房呢 看一看 前方要过大桥了 白云山路沙河大桥 全长340米 这座大桥也是洛河市 最长的跨沙河桥 这大桥上面就是107国道 感觉两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就是107国道 看前方有辆摩托车 不走飞机车道 走在路中间 感觉一点不为名 这就是河南省洛河市 这辆摩托车跑到最左边 超车道上去 感觉一点不安全 刚过来洛河市 这前方就属于河南省驻马辩市 前方离驻马辩还有39公里 这就是107国道 双向四车道 前方直走可以到达河南省驻马辩西平县 现在107国道已经变成双向八车道了 西平县的总面积有109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有64万7300人 西平县历史悠久 西平县是皇帝元妃雷祖的故乡 雷祖是西灵寺的女儿 西平原由西灵寺及西灵寺所居 所以起名叫西平 这就是107国道 双向八车道 我的左边就是西平县城 有没有来过的 可以下方评论 这前方有个牌子 上面写着107国道 驻马辩方向 现在天快黑了 还没出河南省呢 前方不远就到高速口了 准备上高速了 不走国道了 前方到了河南省 驻马店是水平收费站 准备从这里上高速了 大货车上高速的时候 要是拉超对了 可以急踩刹车 这样能减轻重量 就可以上去高速了 现在上来高速了 这就是京港澳高速 双向八车道 就是北京到香港澳省的一条高速公路 现在天已经黑了 我现在开始走了 这就是京港澳高速 双向四车道 前方里湖南省长沙市 还有313公里 这就是京港澳高速 这路全都裂开了 看看 这高速外面就是湖北省武汉市 我发现这条京港澳高速 在河南省市双向八车道 一进入湖北省就变成双向四车道了 这外面就是湖北省武汉市中西湖区 感觉挺繁华的 全都是高楼 绿化建设的不错 看一看 武汉市最有名的景点 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就是我们以前花的第三套人民币 二角上面的图片 这外面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就是湖北省武汉市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京港澳高速 这外面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条河 这两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前方要过大桥了 君山长江大桥 这里属于湖北省武汉市 君山长江大桥 1998年12月30日开工建设 2001年12月15日建成通车 这座大桥全长2847米 宽度38.8米 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 总投资11.45亿元人民币 这大桥上面就是京港澳高速 就是从北京到香港澳门的一条高速公路 感觉这座大桥修得太壮观了 两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大桥外面就是长江 看一看有很多大轮船 能不能看到 感觉这江里的水很清 一点污染都没有 这前方就要出长江大桥了 这就是京港澳高速 双向六车道 前方扎道要换高速了 要离开京港澳高速 现在换到五升高速上了 就是湖北武汉到广东深圳的一条高速公路 双向六车道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就是五升高速 这外面就是湖北市武汉市的农村 看一看 我发现这边的农村 每家每户都是两到三层的楼房 感觉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外面种的全都是莲污和水稻 这边没有山 全都是平原 这里属于湖北省武汉市 这就是武汉市的农村 种的水稻 这高速上面停了一辆白色的轿车 看看 要是被交警查到 要扣三分 罚五百块钱 这外面属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这就是江夏区的农村 这前方就属于湖北省咸宁市 嘉瑜县 已经过来武汉市了 这外面种的全都是树苗 这里属于湖北省咸宁市 嘉瑜县 这就是嘉瑜县的农村 这边没有山 全都是平原 看一看 前方扎道出高速 就是潘家湾收费站 这里属于湖北省咸宁市 嘉瑜县 潘家湾镇 前方里长沙 还有283公里 前方经过港南村大桥 长度1180米 这就是大桥的外面 风景真是太美了 种的全都是水稻 莲藕 这就是湖北省嘉瑜县 这边的农村 种的梯田 感觉非常的漂亮 很像一幅画 前方里湖南长沙 还有270公里 准备超过前面这两辆儿童校车 前方经过露水河大桥 长度1721米 这就是大桥的上面 这就是武神高速双向六车道 这大桥下面就是露水河 看看这河里还有两条小船 能不能看到这两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前方扎道要换高速了要离开武神高速 现在又换到京港二高速上了 双向四车道 这前方就到省界了 这就是以前的省界收费站 现在的收费站全都拆了 过去省界就是湖南省了 这前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欢迎再到湖北来 过来省界 这前方就属于湖南省岳阳市 这就是岳阳市的京港二高速 这前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湖南界 前方里湖南张家界还有506公里 这前方属于湖南岳阳临湘市 临湘是个县级市属于岳阳市管 前方里长沙还有175公里 准备超过前面这辆货车 这前方是湖南省临湘市的一座小天桥 难道也是走水用的 有没有知道的 可以评论告诉我 前方2.5公里出高速 可以到达洞庭湖景区 前方扎道出高速 就是岳阳收费站 就到岳阳市了 出局高速就是107国道 前方里湖南长沙 还有107公里 广州773公里 前方经过新强河大桥 这大桥上面就是京港二高速 这就是新强河 属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前方扎道准备下高速了 为了省来高速费 走一会儿国道 前方到了湖南省岳阳县 荣家湾收费站 准备从这里下高速了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下高速要先过地磅 要是拉超顿了 可以急骰刹车 这样能减轻重量 下来高速就是107国道 双向两车道 就是从北京到香港的一条国道 全长2658公里 这前方到了一个乡镇 叫大京镇 属于湖南岳阳密罗市 这镇的中间就是107国道 感觉这个乡镇挺大的 很像北方的一个小县城 大京镇位于密罗市东北部 岳阳市南部 东靠山江镇 南与罗江镇接着 北靠岳阳县城 大京镇的总面积 有81平方千米 户籍人口有28000人 没想到这个大京镇这么大 走了半天了还没出大京镇呢 这就是107国道 大京镇的地名由来 因境内大京街而得名 前方里长沙还有66公里 这就是107国道 这是湖南省密罗市的一条河 风景真是太美了 前方300米十字路口 直行就是107国道 可以到达湖南省长沙市 向右转就是536国道 这里属于湖南岳阳密罗市 这就是密罗市的农村 看一看 这前方一座立交桥 下面就是107国道 这条107国道全都是大货车 看一看 都是为了省点高速费 所以走的国道 这前方一座铁路立交桥 上面就是火车道 下面就是107国道 这前方就属于湖南省长沙市 长沙县已经过了密罗市了 这前方又到了一个乡镇 叫安沙镇 属于湖南省长沙县 安沙镇的总面积 有159平方千米 户籍人口5.6万人 这前方就到了湖南省长沙市 长沙县 这中间就是107国道 双向六车道 长沙县的总面积 有1756平方公里 下辖13个镇 5个街道 常住人口有140万人 长沙县也叫兴沙 自古为三乡守善 长沙县也是国家前总理 朱镕基的家乡 长沙县的著名景点 有阳开会纪念馆 田汉维画园 天华山旅游景区 颖珠山旅游景区 陶宫庙等 这前方到了湖南省长沙县 万加利北收费站 准备从这里上高速了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现在上来高速了 这就是长沙绕城高速 双向四特道 前方扎道要下高速了 这就是长沙绕城高速 下举高速不远 就到歇货的地方了 前方到了湖南省长沙县 陆子岭收费站 准备从这里下高速了 下举高速就是长沙县 黄姓这就是一个乡镭 这就是陆子岭收费站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下来高速 这前方就是湖南省长沙县 黄姓这就是一个乡镭 前方不远就到歇货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的车已经到了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黄姓这把一车颗粒已经拉过来了 正在卸货 看一看 好吧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有喜欢我能为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拜拜